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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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即是说正常的脑在脑干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些黑质在里面 这些黑质就帮助我们维持 你想活动的时候 活动能力是足够的 你想慢下来的时候 你是可以慢动作到 但是由于有一个我们叫做neurodegeneration 即是一个脑的退化问题 而引起了柏金顺症 柏金顺症的病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脑干里面的黑质出现了退化 即是说当我们做Aposte的时候 一个柏金顺症的病人 他里面的黑质就像现在这样浅息了 这是一个退化的问题 其实在1817年1817年 其实James Parkinson 在他的College of Surgery 就发表了一份essay 叫做Shaking Palsy 从这一份essay 我们知道其实James Parkinson 就发现了柏金顺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Shaking 震 Palsy 即是暮力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Cardinal Science of Parkinson's disease 即是说最常见有柏金顺症的人 他们会有什么病征呢 那些病征就是Resting Tremor 症 Radekinesia 即是动作缓慢 以及Rigidity 僵硬 这三个是最主要的柏金顺症的表征 那及后呢 当我们再发现再了解这个病多些 我们知道Palsy 病症 会有Postural instability 会有平衡的困难 以及当我们开了一些Palsy 病毒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的空间 那这个呢 我们叫它做医疗Palsy 病毒 那我们通常呢 我们医疗医师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通常呢 就会先考虑药物治疗 而最常有 最常用在香港的Palsy's disease 的药物治疗是什么呢 我们讲的就是 MAOB inhibitors 有Dopamine agonists Eldopa Amentadine 和Compte inhibitors 那这个药呢 我会轻轻都会讲讲的 那首先呢 就讲了MAOB inhibitors 那部中文名呢 就会是这样的 不过我们很少 是中文名的 在香港 所以呢 通常我都会跟病人说 MAOB inhibitors 或者是一种叫 保露药 因为呢 其实呢 在最近的文献记载 Risagelin 是一种新的 MAOB inhibitors 基本上呢 它是有一些 保露的功能 我们叫做 neural protection 即是说呢 一个最普通的 group MAOB inhibitors 本身呢 其实可以帮助 柏金信症的病人 舒缓他们的症状 但是同时呢 我们呢 也都担心呢 这一种药呢 会有其他的药物 有其他药物的反应 所以呢 也都会注重 和病人说 我们开这一种药的时候 怎样小心一点的 那这一种呢 就是旧的 MAOB inhibitors 这一种 Risagelin 就是一种新的 MAOB inhibitors 也都是有人 就是 讲过呢 它是可以帮到 有neural protection 有保露的功效 那所以当 拍动信症 刚刚开始有 有手震 或者行到不是活慢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考虑用了这种药 那如果呢 它用了 MAOB inhibitors 似乎呢 那个效用呢 都开始慢慢没有作用的时候呢 我们呢 会考虑给Dopamine agonist 那在 现在呢 我们市面上呢 的Dopamine agonist 头那两种呢 我就没有给大家看的 因为其实它们呢 只是一种 口服的药物 那跟着呢 这一种呢 Roticotin 其实呢 是一种药贴来的 所以呢 就给你看一下呢 我们 怎样 怎样用这一种 新的 Dopamine agonist 呢 其实我们以前就说 有很多的药 那些药呢 吃了呢 病人会觉得呕啊 会觉得头昏啊 就是因为那些药呢 其实都会影响中枢神经 那我们怎样去 就是 帮个病人 等他 不如你吃啦 头昏都忍着吃啦 其实会帮到帕金顺症 那在同时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 新一些的方法呢 可以帮病人的 就不需要口服 纯粹是贴在皮肤那里 我们叫做药贴 都属于一些 新的帕金顺治疗方式 那它呢 一盒里面有很多个药贴 每一天呢 只用一块药贴 来代替口服那一只药贴 那一只药贴 那通常我们呢 就会给一幅图的病人 告诉他 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练的 譬如是一些有肌肉的地方 手臂啊 背脊啊 肚腩啊 或者是大腿的地方 那这些地方呢 我们就会教他 贴在那里 来代替某一时候的口服药 那第四只Dopamine agonist呢 是再特别一点 第四只Dopamine agonist呢 是不是吃的 也都不是贴的 它是打针的 那我会怎么跟病人说呢 就是譬如有一些病人 他已经吃药吃到很多了 他呢 都已经有很多不同的complication 我就跟他说 我们考虑试下呢 用打针的方式来帮助 帕金顺症 那待会我会给病人你看一下 究竟我们的Aplomorfin的吸引 可以怎样帮助他 好了 我们讲了MAOB 我们讲了Dopamine agonist 接下来呢 我想和你们讲的呢 就是一种最传统 帕金顺医治的药 叫做L-DOPA 那我们呢 有时候有些病人呢 就会吃CINNAB 有些病人会吃Dopa 这就是最传统 我们叫最有效的 帕金顺的药物治疗 这样做 那 proof 里面呢 大样的ion 都会这样子 那我们呢 其实呢 呢 大家知道有兩個號碼 原因是因為一粒藥裡 有兩個藥的成分 在裡面幫助藥 可以在腦中吸收得多一點 數字越大 就證明L-DOPA的份量 是越多 Cynamate和MEDOPA 其實只不過是兩種不同的L-DOPA 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按著病人的情況 來決定究竟用Cynamate 還是用MEDOPA 這個要跟病人談 也是臨床的情況來決定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跟病人說 最近這幾年 我們常常要跟病人解釋 其實L-DOPA這藥 最好是胸肚食的 原因是我們發現這藥 會跟很多蛋白質 互相影響 影響了藥的吸收 所以如果吃飽了飯 來吃這藥 我們就不太鼓勵 所以我們會跟他說 盡力在吃那藥之前 都是要胸肚 也會解釋 其實藥物都有很多不同的反應 而最擔心這藥 就是近年我們特別注意 特別擔心的 就是這藥會引起Diskinesia 就是一些不隨意動作 還有一種藥想跟大家解釋 就是Continibitus Continibitus 其實就是幫助L-DOPA 這藥 也是近十年特別多人用的藥 原因是因為我們發現有很多 柏金順症的病人 他們吃了Cinnamate 或者Medopa 他們說很快就沒有藥 很快吃了兩小時 已經要等到下一劑藥再來 我們會怎樣跟病人 怎樣幫助他 那些柏金順症 如果我們沒有藥到這種感覺 我們就會加一種Continibitus 而令到那種L-DOPA 那個效果可以長一點 長效一點 那就是說 譬如一天病人 是吃四次Cinnamate 的話 我們會多開四次Contin 叫他一起吃 來幫助這四次的柏金順藥 可以長效 效用可以長一點 那也是 再新一點的藥 就是藥廠也都 其實很多柏金順症病人 吞咽也是有困難的 那我們呢 如果每一天 要他吃八粒藥 其實對他們來說都很辛苦 那所以呢 也都有一些新一點的藥 就是我們叫二合一的藥 裡面一粒的藥丸 已經包含了Cinnamate 即是說他只要吃四粒藥 已經有八粒藥的效能在幫他 那所以呢 我們就特別是覺得 這個藥很幫助病人 就是當他說他很容易沒有藥 很容易呢 就覺得吃了一兩個小時 已經藥散到沒有感覺了 那我們就加這藥幫他 那所以呢 這藥其實是幫助 那奧多巴在腦裏面的成分 可以維持久一點 可以幫助病人 令他少一點硬 少一點震 那樣的 但是呢 這藥有一個不好處呢 就是他會有機會 增加Dyskinesia 即是說他會有機會 增加這個不隨意的動作 那當不隨意的動作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是醫生都會想幫他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最後有一種藥呢 就叫金剛安Amentative 那很多年前呢 這藥呢 是用來治療的 但是我們發現呢 這藥呢 如果吃一個大的劑量呢 是可以幫到 那些帕金遜的病人呢 他們那個活動障礙的問題呢 可以改善 而同時呢 也都可以幫他呢 因為藥物引起的不自主動作呢 可以幫手呢 令到這些不自主動作呢 可以得到舒緩的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這藥呢 我們是除了用來幫帕金遜之外呢 也是用來幫因為吃帕金遜藥 而引起不自主動作的病人 讓他的那些不自主動作可以少一點 我們叫他做金剛安Amentative 好 接著我們就說了一些藥物的治療 那平時我們會怎樣做 或者是International Guideline來講 我們怎樣運用這些不同的藥物呢 好 那我們通常就會在病房那裏 或者是普通的門診 遇上很多不同種類的帕金遜病人 那通常呢 我們的Clinic就比較看一些 年輕一點的帕金遜症 譬如這個病人來到我到的時候 他是一個55歲的男人 他是在工作 是這個貿責賺錢養家的一個男人 那他來到我到的時候 他已經覺得自己好像不能上班 因為呢 他是右手呢 開始有一些手震 還有僵硬 而令到呢 他可以用右手來做事 那隻手呢 都是出現困難的 那我們怎樣幫他呢 首先我會問病人 他現在這個症狀 是不是很嚴重 影響他生活質素呢 那他的答案是 因為呢 他都差不多不能上班了 因為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要問自己 究竟這一個 是不是一個帕金遜症呢 如果這個是一個 我們叫做 退化性的帕金遜症 而他的症狀呢 又影響了他的生活質素呢 那我們就要考慮 藥物治療了 那我們會看一下 這個NICE GUIDE LA NICE GUIDE LA 是Queen Square 出的一個guide 是用來 醫治這個帕金遜症的 那根據他這個presentation 他是有一年的問題的話 他是屬於一個 早期的帕金遜症 是一個早期的帕金遜症 那我們呢 根據guide 其實他可以用的藥 就包括是MAOB 剛才我說的 Selengenine 或者是Losangeline 又或者他可以吃這個 Dotamine Agonist 那甚至乎 當他吃了這兩種藥 比較輕的 就是輕藥份的藥 都幫不了的時候 我們就會考慮 Bicinamac 或者Mandopa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Early的 就是医療 Parkinson's disease 治療的guide 那好 我們就看看 如果是一個重症一點的病人 我們怎樣做呢 譬如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女士 其實他已經有十年 Ten years is true of Parkinson's disease 他已經和這個病人 生活了十年 他基本上已經可以告訴我們 他每一天是怎樣生活的呢 其實他每一天可能吃四至五次的藥物 他中間要經歷的就是他沒有藥度 走著走著走著會突然死火 我們說的freezing gaze Raring off 即是當我們吃了劑藥 要一些時間令到劑藥吸收到 接著他很快已經散了 很快就冒了 Raring off 即是他很快就覺得冒藥度 如果每一天吃五次藥的話 即是他每一天要經歷五次過山車的感覺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define這些motor complication define這個disease 為一個late Parkinson's disease 因為他有十年的問題 亦都有motor complication 所以我們看回醫治的方案 其實剛才這樣說 他除了要吃這個MAOB inhibitors 至於吃Dogamide Agony 以及他在吃Cinnaman以外 我們是會考慮開這個chrome inhibitors 幫助他 讓他的藥可以維持拉長一點 讓他不需要經常覺得 有藥到沒有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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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亦都和大家說了 雖然這個Light Skyline 就不太推薦他用apomorphic 但是我們由於都想讓他試一下 一些另類的Dogamide Agony 所以我們就收了他進去醫院 我們在病床上 將他平時用的所有帕金遜藥停了 然後等所有藥過完之後再打針 看看那些apomorphin有多幫助他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這個就是他停完藥 他只是打了一針apomorphin 你看到他是走得到 看見他是沒有帕金遜藥的情況 他沒有手震 他走路穩陣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是我們停了 他所有常用的帕金遜藥 他那個情況 你可以看到其實他是表現 James Parkinson 講的那些shaking palsy 當中是包括resting tremor bradykinesia rigidity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postural instability 我們現在通常 這些就是我們臨床平時 怎樣去assess Parkinson's disease 就是看一下他 其實他是有一個很普遍的mass face 也有一個很普遍的jaw 的resting tremor 也都看到他其實 那些resting tremor 在手上和在腳上 而我們動它的時候 其實很多正常的人 你都可以自己動到 當人家 passive 動腳的時候 是應該可以很鬆軟的 但我們可以很肯定 從這個病人來看 你是看到他是一個很嚴峻的 即是僵硬的情況 所以他其實只要不吃藥 不吃藥 12個小時 已經是有一個這麼嚴重的 帕金信證表證出來 那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他一天是吃5次藥 即是說他每一天 就要經歷5個沒有藥度 有藥度 沒有藥度 有藥度 那我們希望就是透過打針 來到等他24小時 或者是他活動不睡覺的時候 然後是幫他打針 令到針藥可以吸收到上腦 起碼他在活動的12個小時裡 都輕輕有些藥 那他又可以走得到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如果你要去走路 是很困難的 很明顯是Rigidity 就是Rigidity Kinesi 和Savilla的Resting Tremor 甚至乎他是連坐都坐不穩 這個就是Postural Incibility 但你有沒有記得剛才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走得到 那個不是他10年前的樣子 只是他停了藥 我們再打針15分鐘之後的樣子 所以基本上他連企都是要兩個人 這個是一個嚴重的帕金訊症 所以我們在這個例子 其實是在示範 我們在示範Aplomofy這個吸收器 如何幫助他 這是其中一個我們幫助病人的方法 另外我們也想和大家分享另外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就是一個60歲的男人 他其實也有帕金訊症多於10年 我們遇到這些病人 通常都是一些比較困難 比較其實已經自己可以 懂得調藥的病人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他已經是當他沒有藥度的時候 我們在說他本身是一個 Ridio-Private Parkinson's disease 他是有一個Tramer 有Rigidity 有Postural Incibility 有15年的病人 而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當他沒有藥度的時候 他的手腳會硬了 會動不了 然後當他吃了藥 他要等起碼一個小時才會有藥度 這個就是Delay Onset Pigdontis Candidia 即是當他的藥上到頂的時候 他一吸收 吸收得很好的時候 就會周身動得很重要 一些不由自主的動作 在這個時候 他除了在這些 我們叫Motor Complication之外 亦有些Non-Motor Complication 即是一些活動障礙以外的問題 當中是包括他會經常覺得痛 覺得鼻 以及會睡不著 我們先說Motor Complication Motor Complication 即是當帕金順症發展得很久 他會有些什麼問題 就是譬如吃了藥之後 很快會藥散 走路不穩陣 吃了藥要等很久才能吸收到有藥度 又或者吃了藥到高點的時候 他會有不由自主動作 也可能在沒有藥度的時候 然後就硬了 硬得很重要 這些都是我們最近 這幾年 我們特意去Document到 一些Motor Complication 而我們的治療方案 就是譬如當他很容易藥散 我們怎樣做 剛才我講了 可以加COM10 可以加他本身的L-Dopa 或者額外再加Docamine Agonist 給他 如果他吃了藥要等很久才有藥度的時候 我們可以加這個Motor Dispersible 是一些特別製造的Motor 而令到他一吃了快點吸收 他快點吸收 自然就會快點動 快點上升 Pictal Dyskinesia 我們怎樣治療呢 就是我們跟病人說 少吃多餐 平時可能他吃三餐 他每一次吃一個很大的劑量 我們為了減低他的Pictal Dyskinesia 我們就可能叫他吃六餐 每一次吃一半的份量 來減低他上到很頂的感覺 而減低Dyskinesia 而Dyskinesia 通常我們會加L-Dopa 甚至乎有些病人 真的痛得很厲害 手腳硬得很厲害 我們會幫他打肉毒鋼菌針 下去很硬的肌肉 而說的是Non-Motor Complication 或者Non-Motor Symptoms 亦都是近十年很Hit的題目 包括夜晚睡覺 會發開口夢 甚至乎會打人 跌到床 這些叫Ramsey Behavioral Disorder Hyper salivation 即是由於他的swallowing 吞煙都開始緩慢 而令到他的口水吞不到 流出口水 我們這些都叫做Motor Complication 即是他不是James Parkinson 說過Rigidity Resting Tremor Radykinesia 但這些都伴隨著 Ediopartic Parkinson's disease 一起出現 我會跟病人說 我們都是見招拆招 即是見到Ramsey Behavioral Disorder 我們會用Cronasapab 來醫治 見到Hyper salivation 我們會打肉毒鋼菌 去口水腺 如果是他有情緒問題 覺得鼻 我們會用不同的藥物 來醫治 都是針對著他不同的 代理軟體的問題 來醫治他 最後這個病人 就想和你們看看 他就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男人 他已經是一個 很多年的帕金信症 開始的時候 Lapside Rigidity Bradykinesia 到我們看他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是 起碼多過五年的帕金信症 他當時已經吃了五次的Cinnamad 再加了Dopamine Agonist的Petris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 看不看得到嗎 所以我們稱之為Petal Dyskinesia 但給他這個更難 其實他這個問題 就是吃了藥 快要有藥到 我們稱之為Petal Dyskinesia 即是說他不是Petal Dyskinesia 這麼簡單 他每一次吃藥 快要有藥到 他會動 動到這一 動到一會之後 他不再動 停止下來 到他快要藥散 他就會再動 即是說 這個Dyskinesia 是每一天對他來說 會出現十次的 因為當你吃第一次藥的時候 那些藥開始發作 他有Dyskinesia 到他藥快要散 他又會有Dyskinesia 那我們看到 其實他一天是要吃五次了 即是說 在這五個Petal Dyskinesia 他的上和下都有Dyskinesia 那這些Biphasic Dyskinesia 是比Petal Dyskinesia 更加難治 因為平時的Petal Dyskinesia 是在這個Petal Dyskinesia 即是說 他都會有一點時間 他是有生活質素的 即是說 當你吃了藥 可以有藥到一段時間 是可以活動治療 到Petal Dyskinesia 到Petal Dyskinesia 你有Dyskinesia 你唯有停低 到Wearing off的時候 你都不會有問題 你都可以活動治療 而Wearing off到底的時候 你沒有藥 那你就可以再等第二劑 每一次 如果你吃五次藥的話 你會有五個Petal Dyskinesia 但對於他來說 他是有Biphasic Dyskinesia 即是說他每一次吃藥 他都會快要藥到 會有一次Dyskinesia 快要藥 他會有第二次 這樣的Dysabling Dyskinesia 不明白嗎 所以其實是很容易的 無論如何改的藥 他都會有這些Dyskinesia 那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幫他做了手術 好 我們可以看看 好 轉身的Dyskinesia 沒有一種Dyskinesia 沒有一種Dyskinesia OK 挺好的 他可以走到的 他可以活動治癒 他不需要再靠藥物 來幫我拍金信證 即是說那十次Dyskinesia 已經消失了 所以我們現在說 Dyskinesia 是另外一個Motor Complication 我們怎樣去醫治Dyskinesia 就是用Medication Titration 剛才我提到的 如果他有Peak Dose Dyskinesia 你可以叫他把藥 由3次到6次 我們叫小吃多餐 希望少點Peak的感覺 他會少點Peak Dose Dyskinesia 但是當你這樣調教藥 有時候都未必會完全幫到那個問題 我們可以考慮 Avomorphine Infusion 像剛才的病人一樣 打Avomorphine 來減他的藥 希望他少點藥物引起的Dyskinesia 而我們也可以考慮 做Deep Blink Stimination 即是剛才的病人 在腦中放兩條電極 而放了兩條電極之後 可以大大減低他需要 柏金順藥物的需要 而減低因為藥物引起的不由自主動作 到最後就是 暫時我們香港未有 但很快會有的Duo Dopa Duo Dopa就是需要 Gi的同事幫我們 放一個做口在胃裡 那些藥物不再靠口服 每天吃五次 每天吃六次 每天吃十次 就是在Buy Infusion這部機 慢慢透過那個做口走入胃裡 而令到他不需要 透過吸收又上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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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再靠口服 就是靠著藥物在蓬子走入胃裡 所以其實 柏金順病是一個 很需要很多時間和心機 去看病人和病人聊 每一次問一下他究竟會不會是因為藥物 引起的問題 還是不夠藥引起的問題 到長遠因為藥物引起 有Complication 我們怎樣透過藥物去幫他 甚至乎是需要做手術 謝謝